我今天也來拿黃金手槍勒 這個地方是看網路上有人講 不然其實說真的你也不會去找到這裡 你要先找到這個TWIN ROCKS 所以他是在 整個大地圖的最左下這裡 那你搭火車也不會到 那我們劇情這邊算蠻多元的 當時很有印象就是 這個區塊的劇情很多 那你這個是全破之後 才有辦法到這裡 亞瑟他如果 當時還沒全破的話 在這邊都紅區 紅區一進來就被 被賞金鏈人幹掉 而且那個好像瞬間出現 所以我是全破之後才來到這裡 那你要記得TWIN ROCKS 然後你要記得這個斷點 還有這個轉角 然後到這裡 他這裡有很多洞穴 很容易誤闖 因為他太多洞穴 那你可能要認這隻仙人掌 然後還有這個紋路吧 然後這是兩個洞穴 那我們先看這裡 這裡就沒有東西吼 然後再來到這裡 這裡就有了 就有一個 那我們打開來看看 黃金槍有沒有 這樣就有拿到了 呵呵呵 先把別的 換過好了 來看一下 呵呵 琴色照片 什麼是琴色照片啊 看一下 唉唷 還有耶 這麼多張喔 這麼多琴色照片啊 哇操啦一口氣拿了好幾張耶 來檢視一下 看有多琴色 唉唷 不錯耶 意思是說那個年代 拍這樣已經很好了 唉怎麼黑瓶 太爛了吧 這還好啊 這沒有很琴色啊 呵呵 唉唷 喔 啊拜託喔 這拍得這麼含蓄 你在幹嘛 啊我知道了 他一定躲在這邊 考究請 所以他才要放這麼多這種 琴色照片 再來看一下 喔 這個 還好 這個有遮啊 有貼胸貼 再來勒 還好吧 這都很保守 那我們來看一下金槍喔 有比較厲害嗎 如果單純裝一把勒 感覺還好啊 呵呵 這算是一個小彩蛋 那我們去殺幾個人來看看 剛好來的時候有殺成爆耶 之前沒有看過這樣的景色 剛好不小心在這裡死掉 然後 看到這個殺成爆 他重新拿一次黃金槍 因為 有死掉 看一下 他這裡有兩個洞窟 還是要拿很麻煩 還是要拿很麻煩 重點還是要拉拉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設計 所以這把槍並沒有比較好 個人感覺這把槍普普通通 雖然他是標榜黃金槍 只是造型比較丘而已 重點是他的射速還是很慢 重點是他的射速還是很慢 OK啦 黃金槍的體驗 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